来看国际新闻 狮子山共和国一辆油罐车 5号在首都自由城郊区 还有另外一辆巴士来相撞之后 随即发生了爆炸 造成了99人丧命 超过100人受伤 宛如人间猎狱 到处都是烧焦的汽车 当时油罐车与巴士相撞后 火势迅速扩散 一路蔓延到附近的汽车商店 甚至是道路上的民众 还有更多人看到油罐车的油罐破裂后 居然一涌而上 想要偷外泄燃油 没过多久 油罐车发生爆炸 这些人来不及逃离 跟着命丧现场 火势燃烧一整夜 天亮后这边依然冒着白烟 施发后有热心民众忙着把伤者送医 一百多名伤患涌进附近的医院诊所 场面相当混乱 包括副总统在内的官员 连夜赶往现场 仍在英国出席气候会议的总统比歐 也发推文哀悼 表示政府会全力协助 华市新闻综合报道